哈喽大家好我是本次的主播就娘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最近的最新最火爆的一款手游 Mobile类的叫做英雄团 上期呢我为大家介绍了这个英雄法师射手路西亚 本期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法师天草杰奈 就是我们英雄联盟当中的卡特琳娜 首先呢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他的被动被动是止水 获得如果这个英雄啊他击杀了或者助攻 能使他的人法技能和迁乱的技能冷却他的时间 然后呢并刷新他基础技能 他的一技能就是刚才说的人法 人法的鬼物 扔出一把会在敌人间弹射的鬼物 造成魔法伤害并将敌人标志 他对这种标记呢目标进行的技能或者普通攻击会消耗掉印记 并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看一下他的二技能是人法 刚才说的人法一闪也是一个主动的技能 瞬间瞬移到敌人的旁边 并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闪现后杰奈所受的伤害会减少 移动速度会提高 这个技能对于杰奈来说就是一个灵魂的技能 因为他可以瞬间接近敌人 他也可以利用于逃跑 大招 大招是人法迁乱 释放漫天的气刃 以物与伦比的速度向周围最多三个敌方英雄投掷 持续造成魔法伤害 这就是一个他的大招 会对周围附近的三个敌人都会产生一个爆炸性的伤害 所以这个英雄他就是一个爆发型的一批 好 首先我们进入一下游戏当中 我为大家实战的介绍一下这个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团也是刚刚开测嘛 然后也是对大家最近非常热爱的一款游戏 然后毕竟我也是很喜欢打LRL的这个一款妹子 然后呢 这个游戏就是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去玩 然后也是玩了之后觉得非常不错 好 我们把捷耐给留下了 看一下这个神诗技能 神诗技能就相当于 他的人物你的人物的等级提高 越高你得到的这样的技能会越多 在这里他接耐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灵 让你的这个人物更加灵魂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闪现 如果是说爆发更强的话 那我可以选这个真火 真火相当于引然 那这样我就习惯性的我选择一个真火 确定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我方对是露西亚 是一个法师射手 然后还有一个吉安娜 是英雄联盟当中的寒冰 寒冰射手 然后就是我了 天草杰奈 对面是无常鬼 然后还有一个嗜血狂龙 是英雄联盟当中的这个龙女 然后第三个奇迹工匠 奇迹工匠也是一个远程的ADC 一个爆发性能 然后第一个说了一下 勾魂使者那个无常鬼 它是另一个勾子会把你敌人 然后勾到自己身边 然后也会 二技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加成这样 然后我们首先可以学一下 这个一技能的地手 然后并没有去说先买这个装备 是因为说 一般匹配的情况下的话 直接是躲在小丛里买一个装备 然后因为在这是一个一级团 一级团的话 它会为了这个野怪 会产生一个打架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的出门 这个买个冷却吧 而且打这个小怪的话 是无伤打野的 你看它是不适合伤害的 打人机的话 人机是不会过来抢的 所以你自己可以收下 然后去上路再继续收钱 一技能 我现在一个小匕首 可能下路是两个人 这样我也不会虚了 好 我的二技能也学了 只要用我的一技能去消耗它就可以了 好 我这个血量有些微信 我稍微往后退下 不要让无传鬼勾到我 我家这边是有个掉线的 所以我下面是122 好 我这个书赶紧走 身边拿掉了一血 我是一个匕首 然后加上一个那个二的技能 顺应到它的身边产生一个伤害 这个时候我看我现在是背包里有1400多的钱 然后需要这个装备啊 装备的问题是如果你的血量是够的话 你不用说回程补给 只是说你的状态不够可以回去 因为你在线上的话可以直接买装备 所以现在不需要它 我现在是 我再扔一个 飞标它就死了 死了 我给了一眼疤了 但是它使用了加血 它是死不掉的 我现在是四级有一个爆发性的伤害 然后我是不虚它了 人机嘛 欺负一下了 我就怕一会把我给欺负了 我浪是浪点了 无所谓了 毕竟是人机嘛 只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人物爆发是有多高了 其实我的技术 是吧 扮演员嘛 但是婶婶的话肯定逃跑了 买了一个这个帽子 120的法术强度 然后它的智慧是法术强度提升30% 一个加法强度 我这个时候再补一双鞋子 往后退一下 它就会跟来了 给一个 它不回来 不回来它就死了 这个应该不能回来了 好吧 大家看到了这个 战场的收割能力和爆发能力 是相当强的一个武器 我今天有到 我觉得EV20没有问题 这时候它开加速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攻击速度和一个移动速度的提成 然后我可以离它远一点 等它CD一过 就是我收割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使用一个飞镖 然后第二个技能 然后再选拟到它的身边 然后开一个大 开一个大之后 然后如果 这个时候EV20应该是刷新好 然后直接再飞一个飞镖 所以说 就算是逃跑的话 也很难逃出它的收战之心 好吧 人物基本就记载到这里了 然后它的爆发性 然后还有它的团战 团战的这种收割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本期这个露西亚的视频 不是露西亚 上期露西亚 我怎么凌乱了吗 我们去这个天草劫奈 卡特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啊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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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